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體驗的這個手遊是 叫我關老爺 這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呢 這是一款叫我關老爺的遊戲 你就是進到遊戲中之後 一直叫關老爺 關老爺 你就會覺得很好玩 很快樂 那首先一開始 我們要先取一個名字叫做 古阿末 再選一個頭像 那進到遊戲裡之後 你才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就是剛剛說過的啊 你要開始叫關老爺 喔 叫一叫你就發現 你爸 你爸病死了 主角的父母總是容易找死嘛 那出此劇情大概就是在說 說什麼 說你家道中路啊 然後 你媽也不知道去哪了 欸等等 你怎麼長得比你爸還老啊 反正你爸 要病死了 不啦不啦不啦 然後他叫你要好好的去 求個一官辦職啊 從政家族啊 之類的 然後你爸就嗝屁了 你就幫他辦葬禮 接著時間過得很快啊 時間過得有多快 三年後了你看 如今你都已經成為一個 正式品的官員啦 好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看看 遊戲裡面的 各個系統功能 首先 我們先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好啦 紅顏 你在升官的過程中 你會不小心娶很多老婆 這些老婆都是你的啊 不是我的 那每一個老婆 老爺 你看 這個講話很邁啊 每個老婆講話 都會有不同的語音 你看像格格 講話就比較兇一點 畢竟他是千金小姐嘛 十分任性 那你還有娶什麼老婆咧 你還有娶林黛玉啊 入選三千 那你平常閒著沒事 就會一直拜訪你的老婆嘛 然後問候他們一下 問候的時候 你要給他們錢 這是 給老婆卡刷的意思嘛 所以你就很開心的 給了他們錢之後 然後你老婆就脫光啦 你老婆收到了你的信用卡之後 馬上脫光光 你老婆脫光光之後 然後馬上幫你生了一個孩子 你的孩子 一出生 就被評斷為瑞智 這誰評斷你的孩子 是瑞智的啊 算命老師嗎 算命老師這麼厲害啊 馬上就幫你的孩子做了自力測驗啊 嬰兒就可以做自力測驗也是不容易啊 總之恭喜你喜得櫃子 那我們立刻查看 幫你的孩子取一個名字吧 你姓關嘛 你叫關老爺嘛 所以你的兒子就叫關你屁事啊 OK 恭喜你得到關你屁事這個孩子 那我們可以培養孩子啊 從小不能輸在旗袍點啊 你爸媽都是這麼想的吧 所以你要瘋狂的培養他 讓他上各種課 就算他已經沒有體力了 你要幫他恢復 繼續上課 給我上課 我們要贏在旗袍點 然後你的小孩就長大了 他現在能力已經很強了啊 被你沒有壓苗助長喔 被你認真的培養喔 獲得了不錯的能力 那等你的孩子長大之後 你就可以來找這個媒婆 幫你的孩子進行聯姻 孩子就是你的工具啊 你一定要讓他取得一個好姻緣 來增加你自己的勢力嘛 是不是 欸這不是我說的啊 電視劇都這樣演的 宮廷劇都這樣演的啊 不要又算在我頭上啊 那我們就來進行個聯姻 聯姻的話 招親 招不到對象啊 尷尬了 你的小孩沒人要娶啊 那我們就用提親的好啦 那提親的時候 可以選擇全服提親是不是 那我們就號召天下 邀請大家來娶你的女兒 跟你聯姻 帶給你更好的勢力 好那你的老婆幫你生了一個可愛的孩子 你的孩子又可以長大之後 去聯姻幫你帶來更好的勢力 你是不是要感謝你的老婆 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分 對吧 欸等等 剛剛你是哪個老婆幫你生孩子啊 林黛玉嗎 入水三千 好忘了啦 反正你可以給他們 成分啦 譬如說 你可以把他撤封為 婢女 蛤 所以每個妃子都要從 婢女開始做起是不是 這麼慘啊 喔不是不是 要成為大夫人 他跟你的親密度要夠啊 你的妃子必須要跟你有 三千的親密度 和八千的魅力 也就是說 長得漂亮又討你還新的 才能成為你的大夫人嘛 是不是這樣子 怎麼樣增加你跟你的老婆的好感度 還有他的魅力呢 我們來試試看 喔賞賜你的妃子東西 他就會對你有好感度 這麼勢力喔 送他顆鑽石或瑪瑙什麼的 他馬上就更喜歡你囉 真的是很現實啊 那如果你想要讓他變漂亮 當然就是要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嘛 當然就是送他一些漂亮的衣服 髮飾之類的啊 所以你就知道啊 money 是真的可以死人變漂亮的啊 對吧 然後 你的老婆 都有一些技能 你的這個 林黛玉這個老婆啊 他的技能是 增加曹雪芹的魅力屬性值2萬 這個曹雪芹是誰你知道吧 就是血紅樓夢的人啊 當然我也是剛剛才上網查的啦 在這邊賣弄了一下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曹雪芹 好曹雪芹是你的門客 既然講到門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門客系統吧 那你身為一個大官員 你當然要有一些手下啊 你的手下就是這些門客 門客就是你的員工嘛 領你的錢 幫你幹事情 然後你可以培養你的門客 可以幫你的門客升級 升級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吧 就是幫你的員工加薪 你看我們幫他升級一次 哇操要給他3000多萬啊 然後他等級就會上升 能力值就會變強 所以啊 給你的員工足夠的薪水 他應該就會變得更傑出 是這個意思嗎 我是不知道啦 反正你就給他錢就對了 你的門客就會變厲害 那你可以培養很多門客啊 這些門客平常你要怎麼取得呢 你可以解一些關卡 或者是去路邊找啊 看誰順眼就問他要不要當你的門客 還有像 官方有時候會辦活動 送你一些門客啊 譬如說像這個衛珍 這個衛珍最近他怎麼取得呢 就是去叫我官老爺的粉絲團按讚 然後私訊小編跟他說 給我衛珍 他就會給你衛珍了 反正有很多門客啊 大概就是一種 收集卡牌的概念吧 你可以好好的去收集這些門客 調戲你的門客 派他們去幹一些 看不得人的事情 喔你看連花木蘭都是你的門客啊 集集負集集的那個花木蘭 啊你有空你自己再來玩你的門客吧 他不重要啊 跟門客比起來你應該更想玩老婆吧 那你想玩老婆不是我想玩老婆喔 我知道你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才不小心娶這麼多老婆的是不是 你看連貂蠍你都娶回家啦 肯定是這些人一直纏著你 對吧 他們一直纏著你 逼你叫他們當老婆啊 那每天你閒著沒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隨機喘換一個人 胡青羊 隨機喘你一隻 喔啦 你看你隨機喘換一個人 他就幫你生孩子啊 你真的是 金什麼蟲的很夠力啊 要換一碗就喜得千金 好啦那這個 小孩培養的系統 剛剛你已經玩過啦 我們就不特別玩啦 好接下來你有看到這個洗衣房了有沒有 啊這是幹嘛的你懂吧 看哪個妃子不爽 他不乖乖聽你的話 你就把他丟過來叫他洗衣服 懲罰他洗衣服啊 洗乾淨的再回來 你還丟給他那麼多衣服啊 放我出去 你的妃子一直叫你放他出去啊 但你不管他們 你很殘忍啊 你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你才能成為一個大官嘛 接下來 看看平常 沒事的時候 喔不對 是你每天必須規劃固定的時間 來找你的師爺 處理一些證物 獲得證積 你看你累積足夠的證積 你就可以提升你的官職 接下來我們來出府 逛一下外面吧 喔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有介紹門客吧 所以就順便介紹這個流放系統 看哪個門客不爽 看你哪個員工不爽 你就流放他 流放邊境啊 這個你看宮廷劇應該很常看到吧 看誰不爽就把他們丟出去 懲罰懲罰他 喔爽了再放他回來 再來是這個遊戲 也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啊 劇本 每天固定的時間 會有一些 有玩家一起參與的活動 像蒙古軍來襲 趕快去抵抗啊 還有這個什麼 格爾丹來襲 你也要去抵抗啊 問我一個官員 對不對 什麼是官員你知道吧 就是沒事的時候看起來很爽啊 有事的時候 你當然要走第一個嘛 保衛你身後的百姓啊 是不是 好現在剛好到了這個 打格爾丹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就進入戰場看一下 喔格爾丹帶了大軍來進攻啊 所以我們要反擊 但是你每一個門客只能打一次 很正這就是世界BOSS的概念啊 那你每次攻擊世界BOSS 你就可以獲得一些積分 用積分來換取一些寶物 好大概就是這樣 有空你也自己來打 我們現在要忙著去體驗別的系統 那平常我們可以去尋訪啊 尋訪可以尋訪到什麼 有的時候可以尋訪到一些老婆 喔有的時候可以尋訪到一些錢 有的時候可以尋訪到一些門客 就是奇遇的概念嘛 我懂我懂 所以啊平常我們要多出門逛逛 不要宅在家裡一直打電動 一直玩叫我關老爺 牢房 好你平常還要省犯啊 這麼辛苦喔 哎呀 你可以打這些犯人耶 逼他們招供是不是 逼這些犯人招供的時候 你的名望就會降低 但降低一點也沒關係啦 你看你名望這麼多 趕快給我招任喔 人是不是你殺的 這個犯人被你打到 非常後悔當初做的事情啊 好反正 有空記得來審問犯人 接著你還可以 人力聯盟 大概就是一種官員的協會吧 就是一群官員聚在一起 彼此聊聊心事 互相取暖 慰問對方一下的那種協會 之類的吧 平常閒著沒事 對不是閒著沒事啊 你平常都要認真建設你們聯盟啊 把聯盟蓋得漂亮一點 你們來這邊互相取暖 討論心事的時候才會舒服嘛 然後你們還可以一起打打副本 喔這什麼意思 大概就是 你一個官員處理不了的事情 你就找一多官員一起來處理 你看像有這個什麼 陰屍 陰屍來入侵啊 好可怕啊 你的士兵去打會死很多啊 所以就找別的官員一起來打 最後再來看一下這個 衙門 衙門是幹嘛呢 門客棄補中 他棄補什麼門客 你可以去追捕別的官員的門客 為什麼 我懂我懂 打擊對手的優質員工 就可以降低對手的能力 你就可以在官圖上混得比較好 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個衙門 其實就是競技場的概念嘛 你用你的門客 跟別人的門客 P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弄了很多人家的門客 別人也弄了很多我的門客 唉 員工也是不容易當啊 是不是 互相要被自己的老闆派去弄對方 接下來還有這個什麼 討伐 喔 也對也對 你閒著沒事的時候 就要帶兵 去打打壞人啊 好 那你那麼努力的 當官 為的是什麼 你當然是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成為這個什麼 政男王 或者是成為這個 社政王 你甚至連皇帝你都可以當啊 要怎麼當你知道嗎 當然是造反啊 喔 不是喔 不是喔 當然不是啊 這個遊戲沒那麼暴力 你只要參加一些特定的活動 就有機會來當皇宫裡的 這些重要的官員 這是很公平的啊 人人都有機會當皇帝 所以 你也趕快來嘗試 怎麼成為一個皇帝吧 成為皇帝之後 對不對 你的這個府宅啊 就不會是只是 十幾個老婆而已啦 後宮家力三千嘛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期待啊 你看像這個 五妹娘都是你老婆啊 很快等你成為皇帝 他就會成為你的皇后啦 有沒有 成為皇后之後可以幹嘛 可以找機會取代你啊 是不是 取代你來管理天下啊 所以你趕快先跟他生一個千金 喔 你看你這次生出來是神童啊 這個小孩生出來分別有 笨拙 平庸 聰慧 睿智 神童 五個等級 所以越聰明的小孩 以後混得越好 是不是 你看越聰明的小孩 以後就越容易得到狀元啦 好殘酷啊 代表說 努力沒有用 天之比較重要是嗎 很殘酷啦 好啦 反正叫我官老爺的世界 是很殘酷的 仕途沒那麼容易啊 所以我們要多體諒一些政客啊 他們也是很辛苦的啊 常不小心講錯話 你不要一直嘲笑他嘛 這麼忙碌 你看他平常要管門客 他要陪老婆 陪小孩 人一天才24小時 他要做這麼多事情 他還要管媒婆 我有講錯一句話 也是很合理的啊 忙中出亂嘛 那今天的體驗就先到這邊啦 掰